基建狂魔再次发力 又一口气拿下三项世界之最 这将是世界桥梁领域的里程碑式工程 据环球网9月18日 援引科技日报报道 基建狂魔上新 福沙高铁泉州湾大桥拿下三项世界之最 听到这个消息 我想网友们也都和小编一样激动 中国人就是了不起 话说福沙高铁作为加快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基础性项目 还肩负着实现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担 这条高铁修建完后 将会实现福州厦门两地一小时生活圈 这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 从福州开车自驾到厦门需要三到四个小时 而动车也需要两个小时以上 一旦福下高铁开通 那么距离就再也不是问题了 随时可以来回 虽然这并不是很稀奇 但是接下来才是重点 福下高铁是一座跨海高铁 也是国内首座跨海高铁 泉州湾大桥全长20.3公里 主跨400米 预计行车时速达到350公里 不用减速 这就是第一项世界之最了 目前还没有国家能在跨海大桥上 行车时速达到这么高的 那为什么没有国家能达到这个速度呢 这是因为环境问题 要知道高速行驶带来的风 那是多大的威力 不够坚固的话 那就是个阿斗啊 再加上海风 要知道多少台风是从福建省登陆的 而泉州湾又是个高风速地带 要如何才能保证在高速的情况下 大桥不会摇晃和坍塌 这才是世界之最的由来 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泉州湾大桥 甚至可以扛住12级台风 所以说中国了不起 那这第二罪又是什么呢 实现了 免涂庄耐钢离海岸线一公里以上 这座泉州湾大桥 是全球首座采用 免涂庄耐耗钢大型跨海工程 大家都知道 海水是咸的 而且非常咸 那这会对建筑钢材造成什么影响呢 是腐蚀 海水的腐蚀能力 那是杠杠的 对于这一难题 我国中国铁剑院 辅下高铁泉州湾大桥设计负责人 曾贾华说 以往为了解决海洋腐蚀桥梁问题 每次都需要定期除锈涂漆 而这次 泉州湾大桥采用的是海洋大石缸 不用涂漆 不用设置除湿系统 可以适应高岩的海洋环境 而这项技术为什么称醉 是因为它打破了以往 只能运用在 离海岸线一公里的世界技术格局 并且实现了 刚才在海洋腐蚀大气环境下 30年以上的超长寿命和耐久目标 不得不再次称赞 中国了不起 最后就是第三个罪了 这又是什么呢 抗震 泉州湾大桥地处台湾海峡西岸 是地震高裂地带 是有可能发生八级地震的 而福下高铁不紧长 这一下还得防震 当然 这个难题 那也是难不倒我们的工程师的 他们的设计团队研制的技术 是采用无枝座整体钢构桥 实现长连高墩桥梁的柔性高墩 梁部体系协同受力 解决了地震高裂度区 长连高墩大跨桥梁的抗震设计难题 如此就是第三个世界之队了